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十年来广州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 不断取得新进展 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市民的幸福生活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又有所欲是福 学有所教是福 十年来广州不断扩大 优质学位资源供给 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有学上上好学 直信中学天河校区 学校秉持区域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理念 带来一流的教学场地 一流的师资队伍 十年来广州基础教育学段学校新增670所 全市公办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覆盖率达百分之百 十年写旧的答卷 打造出市民心中的幸福标杆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让每一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我们关注每一个孩子的成长 未来我们将继续为孩子们提供更优质更多样的教学 促进他们着让成长成为祖国的栋梁 调育是民生之机 医疗则是民生之需 从病有所医到病有良医 广州持续扩大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供给 把智慧病房搬进了百姓家 何医生啊 我今天感觉我的心率有些快啊 好了 陈先生 你的心率稍微偏快一点点 我现在帮你加一个药 希望很快可以控制得好 探索智能化 适老适残应用 对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有着重要意义 今年我们医院推动建设 全国首个智慧家庭病房 实现了智慧居家医疗 居家康复 居家护理一体化 打造没有围墙的医院 十年来 广州持续扩大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供给 开通数字人民币支付 随着互联网加医疗健康 便民惠民服务全面推开 未来人们看病就医会更加便利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十年来 广州聚焦老年人美好生活需要 积极探索具有广州特色的 大城市大养老模式 目前已建成4000多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覆盖率达100% 十分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圈日益完善 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 广州民生保障网会支的更密 让群众的幸福感橙色更足 百姓德州国家养老舗 各社会养老舗 各社会养老舗 的水平